当年一部流星花园,要许多人都记住了大S,随后,她还出演了转角遇到爱,泡沫之沙等多部影视剧,凭借着精湛的演技和亮丽的外表,大S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女神。 其实大S刚出道时是和妹妹小S一起以唱歌组合出道的,只是后来大S在演艺圈有了一席之地,而小S也成了麻辣主持的代名词。 小S和蔡康有一起主持的康熙来了,也成为许多人的回忆,大小S的妈妈曾在一个节目中说过,其实她不觉得大小S有多漂亮,反倒是自己的大女儿实习前,才是家中最美的一个。 据悉,薛熙贤从小就成了一张高级脸,而且身材非常好,曾有人提议她去当超模,但是她却按言拒绝了。 薛熙贤表示,家里有两个明星就够了,总要有一个人过得普通人的生活,享受普通人的快乐,大姐的长相其实很有国际范儿,甚至有一种超模的美感。 这样的颜值非常有质感,有一种类似于大表姐留完个美。 看到这张照片,不少网友为大姐的颜值和气质打扣大姐付出道真的非常可惜。